從地圖看,這個地方看起來是平平無奇的 但昨天,它是日不落帝國,全球都有它的地盤 我們大部份的第二語言都是講英文的 What you say? 無論是街名、建築、Hi-T文化、穿的衣服、電車、立法會 都是隔過海又地球的另一面輸入 香港都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而這種影響是遍佈全球 但這個地方絕大部份的時間都是無名小卒 這個位於歐洲邊皮的島 怎可以只用了幾百年 就統治了全球四分一的人口 還改寫了人類的命運 It begins in a tiny island off the west of Europe for Mike and Wright go hand in hand The inside and tail of a little nation that has encompassed the world 大家好,我是明仔 英國歷史在某程度上是近幾百年的世界歷史 有黑歷史也有推動人民的東西 20集真是說不完 這集最大的挑戰一如既旺 真的不是要想說什麼 而是要想skip什麼 我會尋找分三集 用三個歷史時段快鏡去看 英國人在國際舞台上 如何由當初樣子都看不到的Cat N' Fair 到開始有些對白 到最後可以衝出國際 顛覆全球 然後再因為一些事件 將整個寶座讓給下一個呢 近兩年很多香港人移民都在英國 住得在這裡 對當地有基本的了解都很應該的 說不定這條片對於以後入籍 不多不少都可能有些幫助 這個地方的國運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地理所影響 今天我們認識的英倫四國 就是包含了英格蘭 威爾斯 蘇格蘭 和北外爾蘭 但是2000年前 這個地方是支離破碎 只是一塊又大又濕又冷的地 它還未是英國 而當時人類歷史的戲碼 全部都在這一邊 至於這一區 Sorry 廁所位都不如 簡直是漆黑中的墨皮蟲 發生了些什麼是沒什麼人敢興趣 若然真的要說的話 就住了很多部落 沒什麼世藝 盲似不懂多謝那種 最大的興趣就是打架 三句不是就刀刀刀刀 不過這塊地 將會越來越熱鬧 未來的1000年 將會有大批大批不請自來的人加入戰團 首先 公元4、3年 這幫人互劈 劈到半老的時候 然後就向南面看一看 就打了個凸 為什麼突然殺出了4萬個 這麼生面子 個個有勢造型 將未有先進的軍人呢? 他們就是羅馬軍 聽聞你家十萬九千公里那麼遠 什麼事這麼錯當啊? 打到沒有地方好打嘛 吃得不好浪 就想借你吧 當地人 完全不夠抽 羅馬人就在這裡插旗 倫敦就是這樣誕生了 建了一條倫敦 Bridge 還有其他基建 打通了來往羅馬帝國的 Highway 對當地人來說 雖然他們是被壓榨的 不過如果可以樂觀點看的話 都算是一個文明初體驗 羅馬人就是這樣得罪在這裡三百年 突然有一天 有急事全體撤退 什麼事吃了下肚子都吐出來呢? 羅馬帝國分裂啊 要回去救亡 不得了你這樣的賭仔啊 結果羅馬兵就連人帶治走了 當地人又變化紋盲了 終於可以從粗固業 又可以跟同等級的人打架了 打到半老又有一群人冒起了 這群人其實後來都有不同的名字 他們就是諸特人 安格魯人 以及薩克順人 他們由丹麥和德國的北部 就過來搶地盤 打著打著就變成了這樣 建立了七個王國出來 這個時期 巴利甸島大概分了南北 故事可長可短 主要就是一個皇帝接一個皇帝 而且也不是太多歷史記載 因為當時號稱是dark ages 而文官應該不會考你 因為他分分鐘自己都考起 這種局面就僵持了在這裡 然後去到八世紀 又來? 讓我休息一下就行吧 這次這群人馬 每個人都凶神惡殺 一看就知道不是善男信女 他們就是維京人 是從北斗坐大飛過來的 我看小維京人 這群鬍鬚人是海上戰狼 我們自小都是被老師騙了 以為美洲是哥倫布在十五世紀才發現 原來是錯了 維京人才是先驅 低調德製沒跟你說 難道我去過美洲就跟人家說嗎 又不是甚麼那麼加勢 正所謂入屋叫人日廟 這群鬍鬚大漢一到步不列顛倒 就去拜會一下當地的修道院 大家是不是覺得維京人都幾懂禮數呢 當地人見到當時都說 你們朝聖還朝聖 不用在唐熱度拿十字架為聖杯花茄吧 連修道士都劇上回去 你不用那麼虔誠吧 糟糕了 原來這群維京人不是來懺悔 不是來認識神 是來吃大茶飯 因為修道院就出名放了很多金氣 自然就成為了維京人的目標 還順便運了很多人回去做奴隸 不用太久他們還搬過來住 這段歷史如果由我講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睡著覺 我推介兩套Netflix的劇給大家 這一套我剛剛開始的Season 2 人生就說不停的戰鬥 英國人的祖師是完全活出了這個態度 治羅馬時期這一特地的命運就是這樣 壽田無人耕 耕開也有人爭 每百幾二百年就有批新移民 不請治內在這裡霸山頭 好啦 那究竟是安格魯撒上人贏 還是維京人贏呢 丹岸 兩個都要收皮 因為你猜對了 又有另一番人馬出現了 他們就是洛曼人 其實都是維京人的後裔 洛曼人就由南邊上岸 打贏了場仗 直接就踩入倫敦 自封為王 打破了這個很多年的僵局 倫敦從此就開始極速發展 變成了首都 這場千年大運節就是這樣 四方八面 打完一班又有一班 羅馬人 到安格魯人 薩克遜人 到維京人 和洛曼人 走的走 融入的融入 太若流強之下 就開始砌出了一塊現代版圖的初形 不過距離大不裂瘋 就還差一個關鍵位 這個問題 英國人一直撒爆頭也想不到 等後幾百年 陣營開始沒以前那麼亂 英格蘭人主要是跟幾百人馬開片 自己有 法國人 還有住樓上的蘇格蘭人 這兩個是宿敵 打擊都分不出勝負 某程度上是被地理醉咒了 當時的蘇格蘭人就有了自知之明 講踏馬 講資源是不夠英格蘭 所以為求自保 他們只靠一招勾結敵人的敵人 蘇格蘭人就跟法國人勾手指尾 大家都看他不順眼 Let's make a deal 英格蘭夠膽踏入法國官部 我會派兵咀他 反之 他動我的 你入他後門 哇 That's a good idea So far就達成了這份協議 叫做老同盟 不要問我哪個翻譯出來的 互相牽制著英格蘭 就是這樣英格蘭長年就背福受敵 好無奈 我這一邊明明是救你抽的 但我又怕留下法國佬跟你玩後庭花 都未算 最閉矮的就是同期 眼睜睜看著其他歐洲列強在搞殖民 發大財 自己又發不到位 最令英國人眼紅的莫過於是西班牙人 深世紀開始 西班牙人就開始坐船周圍闖 每次回來 一船一船金 銀 都混合回來 其他歐洲人看到 嘩 那些錢那麼容易賺 那種心情其實我都很了解 我看著身邊的朋友 在玩NFT 賺到盤滿盤滿 我又沒有份 患上了很嚴重的錯失恐懼症 而當年 全西歐靠海的國家 都集體FOMO 玩殖民 英國人都是慈起 他不夠西班牙人 所以開頭他們都不是主要想殖民 只是志在在東海打劫西班牙人 在殖民地搶回來的黃金和白銀 大家都是搶的 我就搶上搶 所以當年最有前途的工作 就不是做醫生 不是做律師 懂得混合 當然混合海盜 混合得行的 還有政府贊助你出海 你有本事打劫西班牙雙船 但可以去馬 回來分一部分給國家就行了 而作為英國人死對頭的蘇格蘭 看到派對這麼熱鬧 都荒死執書 就落重盤 派人到新世界的同金 計劃原本是希望可以帶來財富 但結果賠上了整個國家的獨立地位 17世紀的蘇格蘭 就在應朝流去尋寶 他額贊助了五艘船 就打算去巴拿馬設置一個殖民地 很多蘇格蘭人未去到 就已經種了病菌 死靜的到埋後還要被西班牙軍搶 這件事變相令到蘇格蘭五分一的國家財富 就這樣扔掉到鹹水海 沙士陷入巨債 這麼如正農作物失收 雙重打擊之下 英國人心想 機會來啊 Hey man 沒飯開嗎? 手緊嗎? 先量度給你 蘇格蘭就迫不得已了 我眼不向現實低頭了 我還是投入你壞店 英格蘭人還會出錢幫蘇格蘭填回一個坦 1707年還合併了 兩國的議會就通過了 以倫敦政府為首 執政全國大不烈癲正式誕生 打足千年的島 歷史上首次統一了 這個島上的人都未必會知道 英國漆測風雲的年代正式展開了 這個聯合法令是一條大鑰匙 是最後一顆無限寶石 英國人上千年的地理上的威脅 一夜之間改寫了 之前兩方都是長期要駐兵提防對方 現在統一了 他們國家的budget除了要顧及下這一邊之外 其餘的彈藥就可以集中衝出國際 吸納蘇格蘭的人口 戰兜力就自然增加了 資源、精神、時間 以前是要向內的 現在可以齊齊窗口對外 英蘇統一 就是將這個島國所有潛流 一夜解鎖 就是這條鑰匙 打了200年 令到這個本身連對白都沒有的Cat Effect 變成全球最top的國際巨星 拋離所有歐洲列強 建立出人類史上最強的海軍 史上最強的經濟發展 和史上最大的帝國 一名最小的國家 是責任最強的國民 在歷史上最強的國民 製造的物品 現在可以賣到半個月 王阿瑞沒有夢想到 但他也沒有想到 這麼厲害的成果 嚴格來說,大英帝國的故事是剛剛才開始的 最精彩的部分我們留下下一集再繼續吧 我介紹不同的地方的時候,必然會碰到他的過去 可能會有輝煌的歷史,也可能會有黑歷史 而每當我講到某些地方,部分觀眾可能有私人感情 就會有一個現象出現 講好的部分,他們很受惑 而現在講到黑歷史的部分,他以為我正在攻擊他 你知不知道他的過去和支持他,好像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如果因為有情意傑就歪曲歷史 或者是騙自己當沒發生過的話 那是代表你接受不到真實的他 那這種不是愛 我以為真正的愛,就是衡量了他正反歷史之後 你依然接受得到,那這種才叫做愛 你給我一點時間,我吐一下吐一下就習慣了 如果我去到一個地步,我要漠視他的不原理 我反而會問自己,我是否真的那麼喜歡他 我可能是在迫自己喜歡他 你面對現實 我自己個人就不主張帶民族情感去看歷史 因為我覺得沒有意思 黑歷史來說,能夠站到今天還在生存的大國 幾乎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我自己的準則主要是看兩件事 他承不承認他的過去 他現在還在進行 究竟他是黑歷史還是黑現代 想繼續支持這系列的話 記得放下一個like,留言和按旁邊的鈴鐺 包括你不會錯過任何一集 還有興趣了解多點的話 我推介兩本暢銷作給大家 一本主要是cover這一集打後至今幾百人的英國 這一本就沒有什麼故事性 純粹是經濟宏觀觀察不同帝國 如果你有興趣看時視野的話 也可以上我拍檔的平台看看 還有很多值得參考的角度 最後如果激進是新常態 客觀反而是異端的話 我們不妨激進被客觀